在高雄有一堆紅仔母 他們的提供台語粉 他們創作一隻可愛的台語鳥 用一隻鳥的紅仔豆 還會粉照到台語的粉絲 不過這位太太是香港人 她是寄到台灣才有台語的 她還發現說在高雄 沒什麼講台語的環境 實在是這麼高尚 她叫April對香港嫁來台灣 這五年就在這間店 電出她的創作 不管是鹹素雞 蚵仔煎 紅豆餅 也是掛包 這裡的台灣點心創作 都有一隻可愛的鳥跟鱸鱸鱸 這就是她創作的 一隻會效果台語的鳥 其實April是跟優雅的老師 為紅仔豆是她的幸福 會開始學台語 是因為嫁來高雄 紅仔出來都說台語 而且他們紅仔黑米 專門在提供台語文 她也想要探望台灣的文化和歷史 開始的時候就學習 就不覺得老媽子或買娃子很困難 因為牠親手英文 現在探望台文對April來說不困難 不過牠想不到在高雄住四五年 學說台語算這麼困難 台灣現在沒有全台語的環境 所以就比較困難 不接觸在台語 像我裡面就是沒有 所以就是要打掃 或是去找書店 April跟海米作用台語尿 的公布白雅T恤 還有花粉 四個提供台語文 一個香港人在學台語 電動讓很多人有興趣 作花來學台語文 記者等下文化為作 高雄報道